今天我準備做傳統月餅 我遲些都會做酥皮月餅 朋友們說不如你拍一下影片 做食物 那好吧 我也拍一下 我會做一個迷而來的傳統月餅 用蓮蓉和鹹蛋黃兩樣加30g 我的皮就會20g 搓完之後用蓮蓉包著鹹蛋黃 然後搓到圓形 因為沒有人幫我拿機 所以我只可以這樣搓 搓到一塊塊 這個做餡 待會我會包一塊錢 然後 其實你買回來 我以前在香港有試過自己做的 但這裡中超也有煉蓉 但你自己要處理一下 其實工序有點返復 不過也不錯 對了 我以前是教Cooking Class的 那難道我懂些什麼又告訴你們 最近拍片呢 開始多人看 都會有些hater 說我是港女 那都隨便吧 那我的確是的 但是認識我久一點 你就知道 其實我 是有一點點內涵的 哈哈 哈哈哈哈 遇到的完了 幾十個我會做迷你的傳統 綿蓉月餅 登登 然後就是糖漿和花生油 那你一定要花生油 而且那些份量都很準 因為我做了很多年 那些份量大概都遇到幾準 不過來到這裡 焗鍋和濕度和各樣不同 可能又試一試 之前已經試了一次 我覺得不是很成功 所以我再去買其他材料再試 111克 是的 中筋粉 我用低筋粉也可以 最能買在這裡 就是鹼水了 哈哈 因為在香港買 你在街市的雜貨店 買一包仔 通常你用幾克的 但是我這裡買不到 然後我就用了 梳打粉去代替 可能那個份量不對 又做得不太好 然後我就真的 去中超買了 鹼水 但是一整大支 用一輩子 那我就放6克 嘩嘩嘩 蛋都放在上面 對 我上次應該放得不夠 那無論如何 為了6克我就買了這支 這麼大支的鹼水 都...多少錢啊 好像5磅多 嘩 好貴啊 在這裡做 在加麵粉之前 你就要把這些 油啊 鹼水啊 還有糖漿 攪勻 當然你不會像我現在這樣打勻 是呢 出盡力 不斷發 不過因為我現在一隻手 我是one man band 一隻手拿著電話 一隻手錄影 所以做不到 我待會就會不斷狂發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樣發發發發發 發到它... 一來是弄勻 二來是... 發到好勻 發到它的狀態呢 我待會再拍給大家看 總之是... 要攪到超級勻 不是像我現在這樣 不是很溫柔的 記得啊 就是這樣 起碼這樣 弄到 我試過呢 當時還沒買一個混合器 嘩 試過呢 我想每個廚師都會試過 打東西 打到手要看鐵打 對了 就是這樣了 我待會再... 因為現在就是單手 哈哈 我待會會發勻一點 要很瘋狂的拌勻 然後才再篩一點 一定要過篩 中筋麵粉 篩下去 做個餅皮 就是這樣 然後就篩麵粉了 因為它是中筋粉 中筋和低筋味都要篩 那... 因為... 我現在在這裡 只找到這個碗 我就... 這樣篩 平時就找個... 嘩嘩嘩嘩嘩嘩 很快要篩 不要緊啦 慢慢啦 慢活啦 英國 慢慢篩下去 然後慢慢攪勻它 用個Spectra 好 這樣慢慢攪勻它 插上皮 就是這樣了 那... 你攪拌到這麼長下 它會有這樣的狀態 不要緊要 跟你搓... 曲奇皮一樣 那... 最初就會這樣黏一點 然後... 到最後呢 攪拌到它 不黏手套 其實就已經... OK 搞定了 那... 質感都可以的 現在我放它一會 然後再分 20g一個... 連著 然後再搓 再包 再吸 做焗 接著呢 我們就拿一個... 你搓到它 圓的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隻手 我的人呢 拍片和做事都是... 懶 快、狠、準 我不會在這裡雕花 因為要做很多 那...單手做主先 不要介意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不可以放在... 那個... 我叫... 這個位置那裡捲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樣呢 就一定成功的 兩張保鮮紙 灑一點粉 然後放在中間 然後滾開它 好像... 包餃子一樣 包 然後呢 把你的餡 放進去中間 這樣 然後我們用一點... 嗯... 因為它很黏的 其實... 你想也想到 因為它有很多糖漿 拆出來 然後呢 哎...單手好 真的很難啊 那我們... 拿... 剛才我們做好的 這個大概是... 啊... 每一次你做出來 可能有歌有一點 所以... 然後呢 如果你不是... 師傅 如果你師傅就這樣 這樣吧 做好皮 然後放進去 這樣 包著 啊... 為什麼 放在這裡 有一樣的 然後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慢慢推上來 我應該是... 應該是要... 戴個手套 應該要... 插指甲 不要緊 我會走 這個呢 就是... 師傅的做法 大家... 師傅應該明白的了 會再快一點 然後... 搞定 那... 如果... 啊...我不是師傅 我沒有那麼熟悉 那怎麼辦呢 就有這個了 也是啦 拿一個... 一個小小小的 一下子 搓勻完 他把它放到... 古兰紙 你會不會覺得我認真好 然後... 你會把一張... 像... 那... 叫什麼... 鮑膠,那些... 鮑膠皮 一樣 這樣放進去 然後托著保鮮紙 千萬不要有很多空氣進去 要不然你待會忍著就不會 怎麼樣 都沒有空氣 好 都一樣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弄回去 你可以扯大張一點的 就是滾大張一點的 你就不用像我一樣 但我已經做習慣了 所以閉上眼睛 好 完成 好了 包好了 現在就準備蓋子 準備一些糕粉 準備一個毛 香菌的我沒有帶來 在阿瑪莎買了一個 準備蓋子 放進雪櫃 冷了一會兒 然後出來的時候 放一點粉 吸收的時候 麵粉就不會黏著 然後呢 帽子也是 帽子也是 蘸少許粉 如果你所有東西做得對的話 基本上會不會黏著的 也會好成功 這個位置就是 你的紙是否清不清色 還有夠不夠銳 好 你可以用張 保鮮紙墊著 這件尺寸就吸收 要爽手 完成 好 看看 好 看看 好漂亮啊 這樣就一個 快點做完 這次要做十盒 好 漂亮嗎 好漂亮啊 中修指揮了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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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吸收的時候 在牛油脂上灑一層 就OK了 底子不會黏 等一下你又可以搬來搬去 如果不夠位 好 好啦 說這快已經吸好 我覺得這次直成是完美 完美 可以每一個工序都做好 要不然你隨便有一個步驟做得不好 就會影響整個製成品 今天先做這麼多 還沒做好的 現在呢 首先你放進去焗 3時5分鐘 250度 然後再拿出來 上糖漿 蛋漿 如果嫌麻煩的話 不要自己做 跟我買 噴進去的時候 可以 那我自己呢 就會噴點水 這樣噴點水 然後呢 5分鐘 5分鐘吧 因為這個爐也夠 然後就焗5分鐘 完成 那它本身呢 都已經很想吃了 那我就 掃糖漿 一點 那快手上就可以了 咳咳 咳咳 噢太多了 很難又拍 然後又掃 用這些拆的多好 在這裡買 多少磅 4磅 1磅 忘了 不要太貪心 在表面掃一點 讓它有一點濕潤就可以了 這樣 因為太乾了它會裂 所以我 入爐的時候 因為這條天氣 不是說太濕 所以我入爐的時候 我就會噴點水進去 好了 掃糖漿水之後 然後 你要調低焗爐 因為 頭幾分鐘高溫 然後 調低焗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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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三至七分鐘 再看一看火 一般人呢 就一次過焗爐 但是 因為我這麼多年 我自己 覺得用這個方法 看著它會好一點 多漂亮 然後我會再放進去 然後 然後也是 噴一點水 噴完今天應該也不用了 好 完成 然後 今次就是 糖 就是糖漿 是蛋漿 也是 然後 水 水 水 可以 那個質地 跟我在香港做的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 不過 我也可以的 還要讓它回油 好漂亮啊 然後又要放進去 慢慢地 逐個逐個掃完之後 又要放進去 焗幾分鐘 你不要看到我這樣 不斷放下去 其實是很輕手 很輕手 否則 就會做花 好漂亮啊 顏色 已經上色了 但其實它焗完之後 都要回油 知道什麼叫回油 就是 它現在味道最好的時候 去到幾天之後 然後 它裡面的油份 全部出來的時候 就會亮亮亮 然後 就像你平日看到的月餅一樣 那家製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沒有防腐劑 還有 有愛心 嘩 搞定了 嘩 很厲害 這個爐子很賞色 很深色 不過它不是焦的 因為可能拍出來 是金黃色的 它在現場看 超漂亮 欸 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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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 5